提前说明本期案件过于血刑 未成年人及心理承受能力差者 请不要收听 谢谢合作 1983年12月25日凌晨三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县派出所 铃声大作 值班的年轻民警拿起电话 听到了他参加工作以来 最骇人听闻的一起报案 报案人惊恐的说 在高安村有一家六口遭到了袭击 被砍死了五个 剩下的一个也生命垂危了 场面非常血腥 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这位年轻民警向领导汇报了 这起案件的情况之后 大家发现 这起案件的六名被害人 竟然是一位警察的家属 而这位警察正是他们的同事 名叫曾伟 曾伟这几天一直在所里加班 没有回去 工作原因也没有跟家里联系 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整个人都懵了 立刻跟着出警的民警赶赴案发现场 在到家以后 映入眼帘的场景 让曾伟瘫倒在地 他的妻子岳母 两个孩子 以及另外两名亲戚 全部被砍死在了血泊当中 一名警察惨遭灭门 这如此超乎想象的案件 还是头一次发生 来宾县警方非常重视 他们派出了几乎所有的精干力量 要在最短时间内侦破案件 报案人名叫廖廷生 他是曾伟家的邻居 这天半夜 廖廷生起床 出来上厕所 忽然听到旁边的邻居家 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 那个声音啊 就像是车胎跑器 发出的嘶嘶的声音 但是明显比跑器的音量要大 而且绵延不绝 出于好奇 他拿起手电筒走出大门去查看 沿着声音走了十多米 在邻居家后门的附近 他用手电筒往地下一罩 差点吓得晕死过去 只见曾伟的22岁的外侄女 黄新凤仰天倒在一条小水沟里 他满头是血 廖廷生赶紧大声呼救 把周围的邻居都叫来帮忙 大家一看 发现黄新凤全身都是伤口 脸上脖子上被砍了好几刀 整个下巴已经不见了 几乎不成人形 他这个样子根本说不出话来 只能从嗓子里发出一种 不像人的声音声 这就是廖廷生听见的声音 邻居们跑到曾家的房子里查看 这才发现曾家屋子里 另外五口人全部死于非命 于是他们马上报了警 警方迅速在现场展开勘查 曾伟家的房子坐西朝东 有三间屋子 地方不大 经勘查发现 除了黄新凤在室外 其他五名死者全部死在屋子里 全部死于刀伤 曾伟的妻子 28岁的张继英 死在第一间房子里 他在睡梦中被人砍了16刀 已经没有人样了 有一只手甚至被砍在了地上 他的甲状软骨 左手万关节尺骨和肌肉 全部被砍断 这屋的床上 还有另外两具小尸体 分别是曾伟年仅五岁的小儿子曾砍 和年仅十岁的大儿子曾健 他们都是在睡梦中被砍死的 可能凶手对五岁的曾砍 还心存一丝仁慈 只在他的颈部砍了一刀 而且是一刀毙命 而十岁的曾健 却并没有引起凶手的怜悯 他被砍了20刀 颅骨粉碎性骨折 右径动脉和食道直接被砍断了 在另一间屋子里 曾伟的岳母60岁的陈四妹 被砍死在了床下的地上 凶手对他出手同样狠毒 被砍了八刀 恐怖的是 凶手力气非常大 可怜的老太太被砍得脑僵四箭 颅骨开放性骨折 正常来说 使用菜刀或砍刀之类的凶器 要想把人的脑壳砍碎 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非凶手的力气极大 这也说明 凶手对死者是非常仇恨的 根据现场推测 陈四妹被砍到头部以后 虽然负重伤 但一时应该还没死 他挣扎着滚到床下 但凶手又追上去连砍竖刀 把他彻底砍死 陈四妹是带着曾伟的外侄子 十岁的黄柳一起睡觉的 这个孩子同样被砍死在床上 身上刀伤多达二十多处 他的脖子几乎被完全砍断了 警方推测 是凶手在砍杀陈四妹时 由于陈四妹挣扎滚动 惊醒了孩子 孩子大声呼救 于是凶手随即又砍杀了孩子 而在这个家里 唯一没有当场死亡的 就是外侄女黄新凤 可能因为他单独住在最里面的屋子 听到其他物理有动静 急忙出来查看 但被凶手发现并砍伤 黄新凤奋力逃跑 凶手在追击过程中 又连砍黄新凤数刀 由于黄新凤已经跑到室外 凶手怕被人发现 因此胡乱砍了几刀以后 就慌忙逃走 所以当廖廷生发现他时 黄新凤还有一口气 只可惜在后续的急救当中 黄新凤因为伤势过重 仍然不知身亡 由于下巴已经被砍断 因此一直到死 他都没能说出半个字 更别说是凶手的线索了 就这样 除了曾伟 一家人全部被砍死 现场血肉模糊 惨烈无比 作为警察 曾伟十分痛苦 他经手过那么多的案子 见过别人家发生的 各种各样的惨剧 却从没想过 如果惨剧发生在自己身上 自己该如何面对 经过清点 警方发现 曾伟家中丢失了大量财物 包括一些现金 一辆自行车 一台变压器 一支手表和一台黑白电视机 尤其是手表和电视机 这在八十年代初期 那是相当值钱的 由此警方首先想到的 这会不会是一起 抢劫杀人案件的 但是很快 这个想法就被打消了 如果是为了钱 为什么要杀人呢 即便受害者有激烈反抗 歹徒不得已才动手 那也不至于说 把一家六口全部杀死 而且还下手如此之重 纵使这起案件 地处广西地区 民风飘悍 但对抢劫来说 做这种事情 是非常愚蠢的 不可能发生 所以警方认为 谋财害命的可能性 非常低 结合惨烈的案件现场 警方认为 这有可能是仇杀 毕竟曾伟是警察 而且他做警察 已经十几年了 也办过不少案子 抓过二十几个人 其中有几个重刑犯 还被枪毙了 所以有没有可能 是这些死刑犯的家属 蓄意报仇呢 综合考虑 这种可能性 还是比较高的 尤其对警察来说 于是专案组 马上对当年那些 死刑犯的家属 做了排查 但是最终的结果 其实不太理想 这个情况 其实也好理解 首先来讲 曾伟 虽然干了十几年警察 但他现在 已经不是一线的警员了 他早就升官了 虽然这么多年来 他抓了二十多个人 但是真正 他自己亲手抓的 其实就那四五个 都是在升官之前 在一线的时候抓的 而且这些人 也不是什么恶性案件的案犯 剩下的绝大多数 都是他当上领导之后 让自己的部下去抓的 跟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且退一步来说 就算真的有死刑犯的家属 要报复警察 他们也不太可能去报复曾伟 因为曾伟也只是奉命行事 在他的上面 还有局长 副局长 他这个位子 就相当于是公司里的经理 真正做决策的 是董事会 武东大会 他呢 只负责具体的部署任务 指挥行动 所以按照正常逻辑来说 如果真的是打击报复 那么那些犯罪分子的目标 要么是具体去抓人的一线的警察 要么是那些下达命令的局长 无论如何 也轮不到中间的曾伟 因此 虽然现在的情况看起来 很有可能是仇杀 但是凶手和曾伟之间 到底有什么仇 一时间还难以确定 于是警方没办法 只能先把重心放在现场的勘察上 在现场 曾伟家的大门没有被破坏 而且他家的院墙非常高 不过在西侧的墙上 有一处破损 导致这个地方相对矮一些 所以凶手应该是从这里进来的 仔细勘察之后 发现这里的墙壁上有两枚脚印 在院子里也发现了很多同样的脚印 从鞋底花纹来看 应该是那个年代很常见的胶皮鞋 警方认为这有可能来自凶手 之后警方又仔细检查了屋门 发现屋门的门栓 有力气划过的痕迹 这表明 凶手在翻墙进到院子之后 又利用刀子插进门缝 逐渐拨开了门栓 进到屋里 那么凶手有几个人呢 从死者的情况来看 他们的死状极其凄惨 大部分身中竖刀 而且全都没有了人样 如此可怕的行径 一个人似乎很难做到 但警方思考过后却认为 凶手应该只有一个 首先是因为墙上只发现了一个人的脚印 其次 如果凶手有好几个人 那么正常情况下 往往是留上一两个在外面把风 剩下的进去实施作案 如此一来 那么黄新凤就不可能成功的逃到房子外面 他肯定会在逃跑中途 被望风的歹徒抓住 所以由此看来 这凶手应该是一个人 再结合警方对那些脚印的分析 最终刻画出了凶手的大致画像 这是一个成年男性 身高应该在一米七左右 他的身体肯定非常强壮 尤其是胳膊 红武有力 只有这样 才能用如此之大的力量 连续砍杀六名受害者 甚至有的头骨都被砍碎了 为了锁定这个凶手 警方首先尝试寻找他的指纹 但是对现场一检查 警方直接懵了 倒不是说看不到指纹 而是因为在现场 竟然发现了大量的陌生人的指纹 这让警方感到非常疑惑 为什么在现场会有这么多陌生的指纹 后来通过询问当地村民 警方才得知 因为曾伟家有电视 在那个年代 电视非常少见 尤其还是村子里 但是曾伟家有 所以很多大人孩子都会来他家看电视 来的人多了 留下的指纹自然也就多了 这给警方办案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他们只好逐一提取 再逐一比对 但是指纹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再加上当年 见识技术还比较落后 所以对比检查需要大量时间 每个几天应该做不完 于是在等待指纹检查结果的时间里 专案组只能继续思考最初的疑问 这个凶手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 因为只有确认了动机 才能为下一步的侦查指引方向 目前来看 仇杀的可能性肯定是最高的 但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呢 虽然之前已经基本排除了 罪犯及家属打击报复的可能性 但是稳妥起见 警方还是认为 要把之前他办过的所有的罪犯 全都查一遍 而这一查 别说 确实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经过排查发现 曾伟之前抓过的大部分人都没有作案时间 唯独有一个叫陈新民的 他的时间交代不清 这个人两年前曾因为打架斗殴 犯了故意伤害罪 被判了两年 当时就是曾伟抓的 最近刚出来 但是一直比较老实 没有在犯事 不过呀 他家所在的村子 距离案发现场并不远 不到十公里 而且在曾家灭门案件发生之后 陈新民忽然不见了 由此警方认为陈新民非常有问题 于是立刻来到陈新民家附近展开走访 邻居表示 陈新民这两天确实不太正常 在案发第二天 他忽然说自己母亲生病了 要去县城的母亲家照顾母亲 接着就离开了 可是警方到他母亲家之后 却发现 陈新民的母亲活蹦乱跳的 没有生病 陈新民呢 也没在这里 由此看来 这陈新民确实有非常大的嫌疑 于是警方立刻追查陈新民的下落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第三天下午 这个陈新民竟然主动来自首了 但坏消息是 陈新民不是凶手 不是凶手 为什么要来自首呢 因为他要自首的 其实是自己的盗窃行为 事情是这样的 案发当晚 陈新民去县城里嫖娼了 并且在人家小姐家里睡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回家以后 陈新民听说了附近的灭门案件 还听说警方正在调查前科人员 他马上就慌了 因为陈新民出狱以后没有学好 他开始四处偷东西 那警察如果查的他 那肯定一查一个准 而且昨天晚上自己还去嫖娼了 这事要是说出来 以后还怎么混呢 还怎么娶媳妇 于是陈新民就编了个理由 说母亲生病了 接着就离开了 可是他没想到 警方真的就查到他的身上了 陈新民的母亲 本来就担心他出狱之后不学好 现在灭门案一发生 他果然又不见了 没准大家真会觉得他是杀人犯 所以陈新民才一咬牙一跺脚 干脆主动来到公安局自己说明情况 同时他还找来了那位小姐给他作证 警方分析认为 虽然陈新民身材高大相当强壮 但从现场的脚印判断 凶手只有不到一米七 而陈新民足足一米八 其次曾伟家的几十个指纹里 后来经过筛查也没有陈新民的指纹 所以说陈新民的确不是凶手 但这个结果也让警方犯了难 不是陈新民 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 这应该就是一起仇杀案件 那这个凶手和曾伟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呢 上回咱们说到 在广西省来宾县高安村 民警曾伟一家六口惨遭灭门 但警方却迟迟无法锁定凶手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名嫌疑对象 但查下来人家不是杀人凶手 仅仅只是一个盗窃犯 在排除了陈新民的嫌疑之后 警方的思路其实一度陷入了枯竭 通过之前的调查得知 案犯是一个人 又和曾伟有仇 而且肯定是深仇大恨 不然犯不上用这么恶劣的作案方式 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警方几乎查遍了所有能查的人 但是就是揪不出来 正当警方感到非常头疼的时候 在一番讨论之后 他们忽然意识到 其实还有一条新的思路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起案件 仇杀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但是警方之前查的 其实都是曾伟的仇人 而这起案件中 曾伟其实并没有遇害 那么有没有可能 这个案犯不是曾伟的仇人 而是曾伟的家人的仇人 这个思路让大家豁然开朗 一番调查之后 警方惊讶的发现 在这个村子里和曾家有过节的 竟然有非常非常多 而且曾家在村子里的口碑 其实并不好 这是为什么呢 警方找到村长了解情况 才得知其中的原因 曾家在村子里是比较富裕的 连电视都有 但之前并不是这样 从曾家的儿子曾伟 进了公安局之后 他们家的生活 才逐步开始好转的 后来曾伟当了官 有了一定的权势 远亲近邻的 就经常来求着帮忙办事 哪怕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也想方设法巴结曾家 不敢得罪 而曾家的经济情况 也变得越来越好 没多久就成了村子里 最富有的家庭之一 还买了电视 过得非常滋润 本来在此之前 曾家一直很低调的 但现在有钱了 再加上经常有人来巴结 时间长了 曾家的几个女人 就自认为不得了了 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了 于是就开始嚣张跋扈起来 虽然曾伟的侄女黄新凤 一直温柔老实 人也善良 从没有仗势欺人 但是他媳妇张继英 和岳母陈四妹 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据村民反映 这对母女 简直就是母老虎 非常不讲理 平时除了对自家的亲戚 比较友好之外 对其他村民态度非常差 经常出言不逊 但是呢 很多村民吃了亏了 也不敢吭声 毕竟他家有钱 而且他家曾伟又是警察 所以说 在这个村子里 看不惯曾家的 其实大有人在 这些都是潜在的作案因素 经过排查 发现村子里 跟陈四妹母女有较大矛盾的 竟然有欺负人家 这个数字 让警方感到非常吃惊 他们只能逐一排查 进入每一家检查 搜索 有没有增加的失窃的物品 还有可疑的凶器等等 但是 这七户人家查下来 却没有任何发现 随后警方又提取了 这七家人的所有的指纹 经过和现场指纹的比对之后 发现 有其中的五户人家 共七个人的指纹 出现在了现场 这个情况 再次让警方感到疑惑 正常来说 既然大家有仇 就不会互相走动了 更不可能去人家家里 那这些指纹 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一点 村长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之前说到 侄女黄新凤 她的性格比较温和 在村子里 人缘还不错呢 即便人们看不起 陈四妹母女 但是很多人家的孩子 跟黄新凤的关系 是比较好的 毕竟都是同龄人 从小一起玩大的 再加上增加 有一台电视机 所以在这留下指纹 其实并不奇怪 即便如此 警方也要对这些指纹 做仔细的检查 最终发现 这些指纹的主人 的确年龄都不大 这七个人当中 有六个 都是十几二十来岁的孩子 要么就是年轻的女性 黄新凤的朋友 基本上都能够排除嫌疑 不过 第七个人的指纹 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这个人名叫张泽孝 男性28岁 也是当地村民 他家离曾家非常近 就一百来米 而张泽孝跟曾家 其实也有比较深的矛盾 张泽孝的父亲叫张志刚 在村子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是高安村高安大队小学的校长 但这两家关系恶劣的争结 主要集中在张泽孝和曾伟的妻子 张继英之间 一年前 有一天午休时 曾伟的儿子曾健调皮 偷偷爬到了张泽孝家的墙头上 好巧不巧 当时张泽孝正在家里跟妻子亲热呢 做男女之事呢 曾健他小孩子不知道是在干嘛 就感觉有意思 就在墙上一边看 一边嘻嘻哈哈的笑 张泽孝发现之后非常生气 顺手拿起一根棍子就打了过去 本来呢 他也没想真打 就想吓唬一下 可没想到啊 刚刚好就捅到了曾健的脸上 蹭破了一块皮 曾健哭着跑回家里告状去了 曾伟的妻子和岳母 也就是陈四妹和张继英 这母女俩知道以后气坏了 直接就跑到了张泽孝的家里 虽然呢 他们也知道 这事是孩子不对啊 但是呢 这母女俩 平时母老虎啊 蛮横惯了 直接到张家就破口大骂 还让张泽孝赔偿医疗费 人家张泽孝呢 好歹也是校长的儿子 也比较狂 他不吃这套 于是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甚至还差点动手 后来很多村民闻讯赶来 在他们的劝说下 双方才暂时停战 各回各家了 但是陈四妹母女 他们并不会轻易的放过张泽孝 后来没多久 就跑到村大队 公社和派出所三个地方 连环告状 说家里的小孩子被张泽孝打伤了 其实这事呢 大伙都知道 是曾家的孩子有错在先 但是又忌惮这两位母老虎 为了稀释宁人 大家就都劝张泽孝 让他赶紧赔了钱算了 但张泽孝这边态度非常坚决 一分都不给 其实说实话 人家张泽孝这么做 一点错没有 自己确实在理 凭什么给泼妇赔钱呢 但是张泽孝的父亲张志刚 显然考虑的更多 张志刚认为 儿子儿媳在家里做那种事 虽然没错 但当时是大白天 又让小孩子看到了 不管谁对谁错 这都不光彩 影响也不好 张志刚可是堂堂校长 也是老江湖了 这让他的脸上实在是挂不住 尤其现在这事又闹的公社 闹的大队 闹的派出所 实在是太长脸了 于是当时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把张泽孝给臭骂了一顿 为了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还当场掏钱 赔给了曾家 于是陈四妹张吉英母女 就得意洋洋的拿着钱离开了 在这件事以后 两家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从此以后也基本上不再来往 但直到两个月前 又发生了一件奇葩的事 让两家人之间的关系 更加紧张了 说这天呢 张吉英发现家里养的鸡少了一只 而恰好张泽孝的妻子江瑞华 正在怀孕 马上就该生了 这个时候正好应该补一补 炖个老母鸡什么的 因此张吉英就怀疑 是张泽孝偷了他家的鸡 但他也只是怀疑 手里也没证据 更不能够直接去找人理论了 可他确实又生气 这可怎么办呢 于是每次路过张泽孝家门口 张吉英就开始指桑骂槐 在那大声的骂街 说什么 哪个要生孩子的偷吃了我们家的鸡呀 让他偷吃了一辈子都生不出孩子来 来来回回就这样骂 这种话说实在的确实太难听了 不管有什么矛盾 也不能这样骤人家呀 但张泽孝呢 他还真忍住了 因为他想 如果自己出去跟他理论 那不就等于承认 说这鸡是自己偷的了吗 于是张泽孝啊 他就没有搭理 可是俗话说呢 无巧不成书啊 一个月以后 张泽孝的媳妇生了 可是很不幸 孩子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他的妻子也因为子宫受损 以后都不能生育了 在极度的悲痛当中 张泽孝再次想到了张继英当时骂的街 当时他骂街 咒自己生不出孩子 这让他越想越生气 尤其在那个年代 又是村里人 基本都没有文化 而且都非常迷信 所以张泽孝认为 肯定是张继英当时的那些诅咒 导致自己的孩子没有了 现在看来呢 这事太荒唐了 但在40年前那种迷信的环境来看 这确实就是段子绝孙的大仇了 从知道张泽孝的孩子夭折以后呢 张继英也意识到这事情闹大了 从那之后就没有再来骂街了 但是呢 他也没有安生下来 没过几天就把张泽孝给弄进了派出所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孩子去世以后 张泽孝整天愁眉苦脸闷闷不乐 也没心情做饭了 就每天去父亲的学校食堂里 带点吃的回来 这一天打完饭之后呢 他看到有一台进口的录音机 放在食堂角落里 没有人用了 他觉得这玩意挺新鲜的 反正他们也不用了 就扛着回家了 想用一段时间再给送回去 但是张泽孝扛着录音机回来的时候 正好遇到了张继英 当然双方谁都没理谁 可是第二天呢 忽然来了几位民警 二话不说 把张泽孝带走了 最终张泽孝因为挪用学校资产 被关了十几天 还是他父亲反复找人疏通 最终才把他放出来 出来以后 张泽孝认为肯定是张继英举报了自己 他非常的生气 但是因为父亲的警告 他也没干什么 不过从那以后啊 张泽孝就像变了一个人 成天出去胡吃海喝 喝醉了就耍酒疯 还屡次扬言 要杀了张继英一家子 等等等等 可见这几件事 让两家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几乎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由此警方认为 这张泽孝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嫌疑 面对警方的讯问 张泽孝表示 在12月24号案发前一晚 自己和妻子在外地的堂兄家做客 第二天下午才回来 而曾家是12月25日凌晨遇害的 因此他没有作案事件 警方随后又询问了张泽孝的堂兄 堂兄表示所言属实 此外张泽孝的父亲张志刚 对此也表示肯定 警方又在张泽孝家反复搜索 也的确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从这些来看 张泽孝似乎没有嫌疑 不过有一些细节 却让警方感到非常疑惑 这张泽孝身高1米68 个子不高 但是非常强壮 可以凭借一己之力 按住家里养的猪 这样的身高和体格 符合警方对案犯的推测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 张泽孝和曾家有如此深仇大恨 为什么他的指纹还会出现在 曾家呢 对此张泽孝说 有一次他有急事 必须去找黄新凤 可能是那次留下的 但是其他村民表示 近一年来 没人看到张泽孝和黄新凤 有过来往 所以不排除张泽孝说谎的可能 此外 在警方询问时 张泽孝 他的妻子江瑞华 父亲张志刚 都比较沉着冷静 但张泽孝的母亲 却非常紧张 说话前言不大后语 如果张泽孝确实没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呢 警方认为 或许可以跟他母亲沟通一下 说不定会有发现 于是专门派了一位女民警 去和老太太沟通 假装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当被问到张泽孝 最近几天的情况时 老太太说 张泽孝这几天哪也没去 经常在家里跟朋友聚会 天天大吃大喝 而且经常一喝就喝到半夜 严重影响大家休息 而且老太太还吐槽 说他们那帮朋友乱踢的 前阵子把家里洗脸池子给弄坏了 这两天又把菜刀给弄丢了 为这事老母亲还把张泽孝 给狠狠地骂了一顿 听到这菜刀丢了 这个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因为凶手使用的凶器 看起来就是砍刀菜刀之类的 正当警方怀疑的时候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警方又找到了一位关键的目击证人 这位村民表示 在12月25日案发当天凌晨 大约是五六点钟左右 天刚蒙蒙亮 曾在村口看见张泽孝的 妻子江瑞华急匆匆的往村外走 而且还推着一辆自行车 上面放了很多东西 这条信息极为重要 因为之前张泽孝和妻子表示 案发前一天晚上 他们去堂兄家做客了 25号白天才回来 由此一对比可以发现 他们在说话 这种种疑点放在一起 让警方觉得张泽孝问题非常大 可能他妻子 他父亲 他堂兄都在包庇他 于是警方加大了审讯力度 尤其是对张泽孝的妻子江瑞华 当得知案发当天有人看到自己时 江瑞华也终于撑不住了 他交代说 他丈夫张泽孝的确杀了人 即使张泽孝一直想报复曾家 但迟迟没有合适的机会 直到前几天 他带着几个朋友来家里聚会 看到了家里切肉用的大菜刀 顿时心生一计 他趁大家都喝醉了 偷偷把菜刀藏起来 之后在25号午夜时分 张泽孝决定动手 为此他喝了六瓶老白肝 给自己壮胆 然后拿着菜刀去了曾家 他翻过墙用刀拨开门栓 之后开始了疯狂的杀戮 具体过程就不描述了 因为太过血腥了 把人都杀死之后 张泽孝把菜刀扔进了村里的水塘 又把曾家的一些财物拿走 想伪装成抢劫 之后他连夜赶到唐兄家 让唐兄把脏物都藏好 但是因为脏物一次性拿不了太多了 所以随后其妻子江瑞华 又去给送了一趟 结果就在半路上被村民目击到了 最终张泽孝被批准逮捕 警方在他的带领下来到唐兄家 也找到了藏匿的各种脏物 至此人赃并获 1984年1月24日 张泽孝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张泽孝的父亲张志刚 妻子江瑞华 唐兄张泽朗 唐嫂赵湘妹等人 也因包庇罪被陆续判处了有期徒刑 至此 这起可怕的案子也终于画上了句号 咱们来说一下 1983年发生的新中国第三起劫机案 干嘛说第三起不说第一起 因为这第三起是第一起歹徒得逞的劫机案 头两起没成功 这起歹徒成功了 咱们说这个事 1983年5月5号的上午 中国民航296号客机 从沈阳飞往上海 这次航班一共有105人 机组成员9人 机长王怡轩 驾驶员何长林 领航员王培复冯云斌 通读员王文昌和林国荣 空姐 程梅 江明英和李霞 乘客当中还有三名日本人 当这架飞机上升到9000米的高度之后 就开始平飞了 这时候领航员王培复 从驾驶舱走到客舱取东西 他发现前客舱的最后一排座位上 有几个人神态可疑 在那焦头接耳的说着悄悄话 王培复感觉 这几个小子是不是要干什么坏事 他告诉空姐 要严密地监视着他们的行动 回到驾驶舱之后 他又把这个情况告诉了 驾驶舱的机组人员 在机长王怡轩的提醒之下 他们做了一些防范工作 第一是把驾驶舱的小门紧紧地关上 第二是在每个人的身边 都准备了一些棍棒 斧头还有汽水瓶 你想83年 咱们机上的安全防范工作 得靠这些东西 不久之后啊 客舱的两个年轻人 同时站起来朝前面走 空姐成眉问他 请问你们要干什么呀 这两个人说呀 要上厕所 成眉给他们一指 不好意思 您走错方向了 厕所在另外一边 这两个年轻人无可奈何 又坐回到了客舱原来的座位上 刚坐下没多长时间 他们俩突然一块站起来 亮出了手枪 疯狂地喊 谁也不许动 谁动 打死谁 要不说 那个时候 捷机他比较容易呢 手枪都能带上飞机去 成眉看到之后啊 赶紧摁响了警铃 另一个暴徒看到之后 对他喊 不许给驾驶舱打信号 但是 为时已晚了 警铃已经响了 他呢 拿起手枪 向驾驶舱里 连开两枪 通读员王永昌 马上把飞机上的情况 报告给大连航空站 按照空中紧急情况预案 开始执行 同时呢 机组人员紧密地配合 飞机急速降速 释放机舱的压力 同时 打开燃油浇书阀 让飞机呢 漂白飞行 随时准备强情降落在青岛 没想到呢 劫机的罪犯 用枪打坏了驾驶舱的门锁 踹倒了驾驶舱门 他们闯进来之后 直接向王培复开了枪 接着通讯员王永昌 也遭到了毒手 最后 暴徒们把枪对准了王怡轩 眼看着 如果不服从歹徒的命令 所有人都要被杀死 王怡轩只好接受 歹徒的要求 按照他们的方向去飞 那 劫机的这几个人 都是干什么的呢 这六名武装暴徒 都是罪行累累 或者是有钱客的人 卓常仁 原来是辽宁省 机电设备公司的员工 曾经往返于广州 沈阳等地倒卖汽车 1982年3月 辽宁省政法机关根据群众举报 查清了他的全部犯罪事实 1982年9月 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 对他做出了停止审查的决定 并准备依法拘捕 江红军和安卫舰 原来是沈阳体育学院的工作人员 都有流氓盗窃的前科 其中江红军曾经几次因为盗窃 和非法持枪斗殴 被公安机关拘留 王雁大 原来是沈阳于红区 一家金属结构厂的业务员 劫机案发生前 刚从这个厂骗走了一大笔钱 吴云飞 原来是广东省琼海县温泉农场的工人 长期流窜在外进行诈骗活动 1982年3月 在南京进行诈骗的时候 曾经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过 劫机的歹徒当中 还有一名女性叫高东平 是卓长人的情妇 本来五名暴徒在预谋截击的时候 怕女性胆小 泄露天机 不让任何女性参与 也不向任何女性泄露截击的意图 可是卓长人 却偷偷地带着高东平上了飞机 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 在王怡轩的指示之下 林国荣和冯云武 把商员抬出了驾驶舱 这么一来 驾驶舱里除了截击的暴徒 就只剩下王怡轩和驾驶员何长林了 暴徒用枪口顶着两个人的脑袋叫 飞140度到南朝鲜 还挺明白 机组顺势飞140度 却把飞机呢 调整到了大连的方向 准备降落在那 没想到 这暴徒啊 自己带着方向仪 他们一看 不对 就大喊 不对 王东 没辙 王怡轩又把飞机飞向丹东 但是又被歹徒们发现了 看机组人员总是在骗他 暴徒不断地用枪口点着他们的脑袋 说 如果再耍花招就崩了他们 为了能看见飞行的大体位置 一个暴徒用力压驾驶杆 于是 飞机带着大坡度 急剧地从8000米降到了1000米 怕出现危险啊 机组人员用力地拉驾驶杆 勉强维持在600米临界高度飞行 在地形不熟悉的非规定航线上飞 还这么低的高度 这随时都有撞山的危险啊 种种迹象表明 这伙歹徒既有飞行常识 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如果继续争取在国内机场降落 很可能会出现危险 因此 王怡轩决定去平壤机场降落 哎 你不是要去南朝鲜吗 我要降在北朝鲜 大家伙都明白啊 南朝鲜美帝那边的 北朝鲜那是咱的亲兄弟 当时啊 当飞机飞临平壤附近的军用机场的时候 王怡轩决定拼一把 他推杆压头下降飞机的高度 一边的灼长人看了眼睛都极红了 他一边叫一边用手枪打王怡轩的头 说拉起来不香 再不拉起来 老子开枪了 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 是牺牲九十九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跟歹徒同归于尽 还是保全人机安全之后去面对未知的命运 短时间的思想斗争之后 王怡轩选择了后者 到这儿啊 机组人员所有的想法都落空了 只能依照歹徒的要求 飞到了南朝鲜境内 时间不长 南朝鲜军用战斗机开始起飞拦截客机 武力胁迫客机降落 当机长发现青川机场的时候 飞机上的燃油只能够再飞十多分钟了 继续飞行不可能了 这时候那就只有一条路 在青川机场降落 按照技术要求 能够起降三叉级等大型客机的机场 必须具备两千米以上的跑道 但是青川机场 这是个美军的直升机基地 它的跑道只有1200米 24米宽 而且呢 还有高楼大厦在旁边 在这样小小的机场降落大型客机 那是非常的困难和危险的 但是王怡轩 以高超的技术 在每秒顺风达到七八米的情况之下 驾驶着三叉级客机 在当地时间13点13分 安全着陆 紧紧冲出跑道30多米 着陆之后 飞机上的三名日本乘客 向王怡轩深深的鞠躬 连称机组人员是他们终生难忘的恩人 南朝鲜的航空人员也翘起大目隔 称赞中国的机组人员技术高超 创了世界纪录 在机场降落之后 着常人鹤枪实弹的出现在了舱门口 大声的要求会见台湾驻韩国大使 否则就把机上的乘客继续扣押 但是在南朝鲜的紧急会议得出结论之前 着常人不可能得到任何答复 接下来就是长达八个小时的等待 在这八个小时里 着常人他们不许机组人员和旅客离开飞机 大家伙非常的愤怒 乘客王丰城 文邦春和吕志勇这三个人 他们一商量呢 起草了一份备忘录 严厉谴责暴徒的劫机行为 要求尽快返回祖国 中国的乘客都在上班签了字 随后 这份备忘录 由同机的日本乘客送给了日本驻南朝鲜使馆 之后转到了中国政府 机长王怡轩一面把携带的全部航行资料撕碎销毁 一面呢又以上策所为借口离开驾驶舱 组组织旅客把所携带的机密文件全部销毁 很快 南朝鲜当局派工作人员来交涉 机长王怡轩要求保证机组人员的安全 并且希望立刻联系美日大使馆 因为降落的地点呢 是驻韩的美军机场 飞机上也有日本乘客 同时 他希望按照国际民航组织公约来处理这件劫机事件 国内呢 也已经得到了296号民航客机被劫持的消息 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积极的筹备解救远在南朝鲜的中国公民 5月5号上午11点离开饭时间呢 还差半个小时 民航局长沈图在听取汇报 就在这时候 令人震惊的消息传过来 296号客机被人劫持了 他立刻组织了反截机应急指挥小组 大家在民航调度室里焦急地等待 但始终没有获得飞机上机组人员的回应 直到下午 监听境外媒体的情报部门报告 296号客机 于13点30分 降落在距汉城东北约70公里处的青川机场 掌握这个情况之后 国务院立即做出三条决定 一 是责城民航局长沈图 立刻前往南朝鲜直接交涉处理此事 二 是通过外交途径 请日本和美国对南朝鲜当局施加影响 保证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绝对安全 三 是以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的身份 要求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出面交涉 维护国际上承认的海牙公约 东京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的严肃性 会议决定的三条措施当中 最难的一条是立刻派团去汉城当面交涉 因为当时呢 中国只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没有和汉城当局建立任何外交联系 如何让汉城当局了解北京方面的意图呢 这时候民航局国际司一位干部突然想起来 有汉城民航局局长金彻荣先生的一张名片 上面呢 还有他的电报号码 电报号码各位 因此 审途决定立刻打电报给金局长 而飞机被劫持之后的动向 尤其是旅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是国内最关心的事 从日本和美国的驻华大使馆 以及我驻东京民航办事处 不断地传回来一些消息 当晚9点05分 全体机组人员和乘客下了飞机 三名日本旅客呢 由日本驻汉城大使馆接走 中国旅客和机组人员 前往旅馆居住 外边有重兵把守 不准任何人入内 我国与汉城没有通邮 无法直接传递信息 无奈 中国民航只好通过东京 香港 伦敦和纽约等地 打电话到旅馆里 但是 不知道是汉城当局 早有不透露消息的指令 还是别的缘故 接电话的人呢 总是各种推托 始终拒绝回话 您说这怎么办 你不说我就接着打 一遍一遍地打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有一回 在电话里啊 一位南朝鲜的女性说了 旅客飞行员都非常健康 掰着手指头一数 不多不少 正好十个字 很快 民航总局就接到了 汉城金局长的副电 同时呢 听到了汉城方面的广播声明 表示 欢迎中国代表团 去汉城谈判 5月7号上午8点 沈途的专机飞往汉城 12点30分 抵达汉城金浦国际机场 专机停稳之后 民航局长沈途 首先走下飞机 南朝鲜金局长 在飞机的悬梯旁边迎接 陪同他们来到后机楼贵宾席 南朝鲜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孔鲁明 在贵宾市里欢迎 双方的第一次会谈 在当日下午4点 在新罗迎宾馆举行 最令人瞩目的是 谈判桌子的中间呢 双方留着十多公分宽的缝隙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这条缝隙的存在 都在提醒双方 这次的谈判 不会那么轻松 沈途看着这条缝隙 对孔鲁明说 我们的手臂太短了 握手不容易啊 第一次会谈已经结束 当地的电视台 立刻播出了实况 谈判桌上的那条缝隙 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中国代表团一行来到汉城 不仅震动了南朝鲜 也震动了世界 很多记者都在报道这件事 因此出入并不方便 4点20分 中方人员由南朝鲜方面的专人陪同 前往南朝鲜三军总医院 探望受伤的机组成员 王培复和王永昌 之后又驱车赶到汉城南郊的饭店 296号客机的旅客和机组人员都在这里 大家看到家里人来了 都是热泪盈眶 沈途首先说 同志们 你们受惊了 我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托 来慰问你们 迎接你们 然后呢 沈途突然说 我们欢迎孔鲁明副部长上台讲话 孔鲁明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这不是出难题吗 但是啊 他毕竟是工作了多年的老外交 还是很从容的走上了讲台 说了几句祝福的话 大概意思是说呢 女士们 先生们 希望诸位在这里啊 生活愉快 我将欢送大家 返回你们的祖国 两人的讲话 无疑是宣布了谈判的基调 指明了谈判的前景 5月7号上午 第二次谈判开始了 刚一开始 关于谈判的性质 双方出现了不同的理解 我方强调 双方会晤处理劫机事件 是一次事务性的会谈 而汉城当局强调呢 这是一次政治性的会谈 同时 双方都强调 以国际公约为处理劫机事件的准则 我方陈述了武装暴徒劫机的经过及其罪行 经过一番讨论 达成了协议 由我方提供旅客名单和飞行员对劫机暴徒的证词 将旅客机组人员和客机无条件返还中国 任何第三者都无权干涉 第三次会议呢 是在当天下午的四点 这次会议上出现了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方认为 应该把所有劫机犯交由中国政府依法严办 理由有二 一 这些人呢 早就是我公安机关通缉在案的刑事罪犯 这次有开枪伤人劫持飞机罪大恶极 二 是所犯罪行都发生在中国民航的航班上 仍属于中国主权管辖 他们既触发了国际公法 也触犯了中国的刑法 汉城首席代表孔鲁明 虽然同意遵守1970年的海牙公约 但是始终坚持 要按照汉城现行的有关刑法来处理劫机犯 针对法律问题 双方展开了辩论 我方指出 法律有打击和保护的双重任务 对罪犯应该打击 对邪恶应该惩治 原谅罪犯 自己就不能被原谅 汉城的代表虽然也承认应该严惩截机犯 但是他们坚持说 要就地惩罚 不同意引渡 两种意见分歧 这十分的尖锐 没法统一 我方又指出 即使在当地处理 也必须严格按照汉城当局的 飞机航行安全法 第八条和第九条来执行 这两条法律里规定 截机犯罪可以判处死刑 南朝鲜方面一再保证 截机犯已经关押在案 一定会依法起诉并且惩处 为了不影响其他问题的解决 对于截机犯的问题 只好暂时搁置 但是我方 还是立即向对方发表了声明 对汉城当局 对我机组和旅客 提供的方便与妥善接待 表示感谢 并且指出 对不愿将截机犯 交由我方依法承办 表示十分遗憾 并保留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当天晚上 孔鲁明在酒店宴请我方代表 晚餐结束之后 回到新罗酒店 已经是夜里的十一点三十分 下午会谈的时候 被指定根据会谈的情况 起草备忘录的我方代表 和汉城代表 马上开始了文件的起草工作 凌晨两点半 审徒在睡梦当中被叫醒 得知在起草文件当中 遇到了难题 在表述劫机犯 和汉城国号的问题上 双方的意见非常大 工作很难进行下去 5月9号上午 针对分歧问题 先由双方各自进行研究 寻求解决 到下午两点 又在会议室 进行了一次会谈 我方提出难以搞出共同文件 就以双方用交换信件的方式来处理 对方的个人意见 还是最好搞一个共同签署文件 但是呢 又感觉没把握 因此 他们决定 请示上司 再次进行讨论的时候 我方提出修改意见 作为新方案 进行研究 对方听取了这个简化文件的说明之后 觉得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可能是因为上司赋予的权限有限 南朝鲜代表再次修会 以便请示上司 晚上八点继续会谈 这也是双方的最后一次会谈 长达七个小时 双方对备忘录做了详尽的讨论 讨论情况表明 对如何惩处劫机犯意见分歧很大 幸亏啊 双方都有诚意 在五月十号凌晨三点 达成协议 关于国号的问题 既然咱们争来争去 也没有一致的意见 那在文件里 就不出现国号了 而劫机犯 应当由汉城当局处理 虽然对方一再言明 一定会让劫机犯 受到应有的惩处 但是 我方仍然深表遗憾 五月十号 是我方在汉城的最后一天 前备忘录的仪式呢 在新罗饭店 红宝石会议厅举行 大厅里边布置得很庄严 让人瞩目的是 谈判桌中间 那条让人敏感的缝隙 没有了 两边的桌子对上了 在热烈的掌声当中 双方签署协议 在护赠礼品之后 对方宣布 他们已经交付了账单 我方立即表示 愿意承担一切费用 并且马上兑现 但是 对方坚决不肯把账单 交给我方 并且说 他们已经向酒店 做了交代 拒收中方的一切费用 并且再三说明 他们承担 灾难性事件的费用 也是惯例 咱们一看呢 既然南朝鲜这么讲究 咱也别绝了人家的面子 那我请您吃顿饭 表示一下感谢 中午 我方在新罗饭店 举行了答谢宴会 向这次拔刀相助的朋友们 再次表示感谢 但是 就在审途局长回到北京之后 他们接到了南朝鲜外交部 副部长孔鲁明发来的电报 这里边说呢 296号客机将推迟起飞 原因呢 是三叉戟飞机太大了 在青川机场起飞的时候 造成驻地附近居民的反对 因此汉城当局把起飞的时间推迟 通过休息日疏散附近的居民 总算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这样 在中方和南朝鲜方面的共同努力之下 旅客和机组人员终于回到了祖国 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这个事呢 就算是圆满的解决了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南朝鲜方面 虽然承诺严惩截击犯 但是在三个月之后 卓长仁等六个人 全都跑到了台湾去了 一转眼 从截击犯变成了反共义士 话说 卓长仁等六名暴徒 劫持大陆客机的消息传到了台湾 引起了台湾政界的一阵兴奋 尽管台湾也在1970年 海牙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上签过字 但是为了反共宣传的需要 也顾不上什么国际公约了 因此呢 他们就很快地向南朝鲜方面提出 要引渡卓长仁等六人 理由就是 这六个人截飞机 本来就是想去台湾的 当时呢 中国大陆没有和南朝鲜建交 可是台湾却跟人家建交了 所以呢 南朝鲜也不太好博台湾的面子 但是 之前跟大陆的谈判已经答应了 要严惩罪犯 又不想轻易放过这几个人 但是没想到啊 台湾方面那是志在必得 使出了种种手段 一度让南朝鲜和台湾的关系 闹得很不愉快 相比之下 和中国大陆的谈判虽然很激烈 却并不让南朝鲜方面感觉到不痛快 所以 这件事情之后 南朝鲜和台湾就开始交恶 一直到1992年 南朝鲜经过慎重的考虑 终于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大陆建交 从那个时候起 在我们嘴里 南朝鲜的国号 才变成了韩国 台湾方面在当时 冒着和朝鲜交恶的风险 通过种种非正常的外交途径 终于在截击事件 发生三个月零八天之后的 8月13号 把这几个 已经被汉城当局判了刑的截击暴徒 以反共意识的头衔 弄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之后 大家才弄明白 他们是怎么把两把枪和几十发死弹 带上飞机的 原来啊 女范高东平 把枪和死弹 藏在了他的化妆盒里边 高东平本身就是大陆军队的 他的父亲 当时是沈阳军区的副参谋长 高东平呢 就是以他的特殊身份 走免检通道 才把枪支和子弹 带上飞机的 鉴于两岸特殊的政治背景 对六名截击的罪犯 大陆公安机关 虽然一时难以缉拿 但是仍然发出了通缉令 淘汰的初期 做反共报告 成了着常人出风头的一日三餐 报告的稿子 是当局早就已经拟好的 内容呢不外乎扭曲大陆群众的生活状况 污蔑共产党的形象 自己只有赵本宣科的义务 没有更改一个字的权利 1988年4月11号 卓长人和高东平结婚 在台北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啊 他的大陆妻子 王玉春 以重婚罪 对他进行了控告 原来 卓长人和高东平 在大陆的时候 这俩人的男女关系 就不正常 卓长人是有父之父 结果 接机的时候 高东平 跟他一块逃到了台湾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卓长人不断地重申自己 身不由己 现在呢 远在台湾 对大陆的妻子 不能尽丈夫的义务 又是他 把高东平带来台湾的 因此 不得不照顾他 同时啊 自己身体还有病 只好呢 俩人搭帮过日子 不管卓长人和高东平的感情如何 也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有病 台湾法院还是开庭审理了他的重婚罪 卓长人在法庭上辩解说 我到台湾之后 大陆的妻子很快就表示 要跟我划清界限 这就应该算是离婚了 我不存在重婚罪 但是 他的妻子王玉春所在的沈阳市 法律界的人士啊 对这些话予以了严厉的批驳 他们认为 王玉春和卓长人仍然存在夫妻关系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尽管卓长人有台湾方面的关照 但是台北法院仍然以重婚罪 于1991年7月对卓长人和高东平判出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三年 不管怎么样 卓长人的生活总算是稳定下来了 而在他的事业上呢 却是很不顺心 来台湾很长一段时间了 卓长人在大陆研究中心当副社长 但是啊 这人瞎折腾 搞出了很多事影响很不好 惹怒了中心的领导 他被停职了 在这之后 卓长人开始捣鼓房地产 开始呢 确实赚了一点钱 但是 由于台湾开始取缔地下投资公司 所以啊 他赚的钱又都打了水票 由于还不起贷款 他的房产最终也被台湾当局给拍卖了 屡屡受挫四面楚歌 卓长人十分清楚 台湾呢 也不可能有好果子白白的给他吃 因此 不止一次的放话 由于台湾方面没有照顾他 他打算1992年2月返回大陆 同时呢 传言呢 他返回大陆之后 将在辽宁省台办任职 对这个事 大陆方面的反应非常迅速 辽宁省政府台办主任出面表示 卓长人要回大陆的消息 他是刚从台湾报纸上看到的 对此事一无所知 至于他回来之后 要到台办就职的传言 无中生有 他说呀 作为省政府处理台湾事务的办公室 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择优录取的 你像卓长人这种被通缉在岸的劫机犯 他怎么可能上这来任职呢 传出这样的谣言 完全是卓长人自己想以此来 要挟台湾当局 就在这个时候 台湾当局突然宣布 卓长人 涉嫌国泰医院副院长之子 王俊杰 被杀一案 1991年8月16号 国泰医院副院长之子 王俊杰 驾车离开住处之后 失踪四天 后来 有人发现他的车停在 桃园市中心路 1201号的工地 而王的尸体 则被塞在了后备箱里 经过法医鉴定 遇害的时间是8月16号晚上 案发之后 当地的检察官立即进行侦办 据王俊杰的女友王某讲 被害者8月16号晚上 从他的住所离开之前 说过要去淡水找卓长人 谈一笔土地买卖 根据这个线索 检察官邱振北 传讯卓长人 和他的朋友江洪军 这个人呢 也是六个劫机犯之一 但是卓长人声称 那个晚上他一直在家里 从来没有见到过王俊杰 有江洪军和高东平等人作证 所以检察官并没对这个情况 过多的重视 而去寻找其他的线索了 过了将近三个月 到11月中旬 突然接到一个报案电话 在凶杀案发生的时候 关渡桥和汽湿地 曾经出现过一辆红色的小客车 检察官联想起来 案发之后呢 曾经接到过另外两个匿名电话 都说一辆红色的小客车 出现在抛湿地 因此 从红色小客车 这个线索入手 检察官和举报的目击者见了面 深入询问这辆红色汽车的车型 经过目击者的描述 初步断定是 丰田牌红色轿车 检察官对王俊杰生前交往频繁 并且拥有红色轿车的人进行筛选 最终把怀疑的对象 落在了卓长仁等人身上 11月22号下午 检方传唤五人 他们是卓长仁 江洪军 施晓宁 高东平 以及另外一位 与卓长仁来往甚密的女子 在审讯当中 卓长仁矢口否认 与凶杀案有任何的瓜葛 但是检察官 还是从卓长仁的供词当中 发现了矛盾 卓长仁说 当天呢 他曾经和江洪军 施晓宁等人 在自己的住所聊天 车子借给了朋友吴荣使用 但是经过查证 吴荣并没有借用卓长仁的车 据此判断 卓长仁并没有如实交代 8月16号晚上的行踪 必有引擎 又根据查获的其他情况 综合分析判断 王俊杰遇害的第一现场 极有可能是卓长仁在淡水的住处 因此 11月25号 检察官邱振北 以涉嫌杀人为由 紧急致函台出入境管理局 限制卓长仁和江洪军出境 卓长仁得知之后 他声称这是台湾当局对他们的迫害 但是很快更多的证据浮出了水面 在勘察死者坐车的时候 发现了五枚指纹 其中三枚相当的完整清晰 检察官马上把指纹送到刑事侦察局进行比对 结论认为 指纹所有者要么不是台湾人 要么就是女性 而检察官邱振北发现 卓长仁他们六个人的指纹 从未被提取 因此立刻提取卓长仁和江洪军的指纹 在做指纹对比的同时 11月28号下午2点 检察官再次来到卓长仁的住处 这次的搜查收获很大 王俊杰遇害之后被塞到后车厢 白底球鞋在他尸体的旁边 而白袜子仍然穿着 同时检察官还发现 死者生前曾经有过轻微的挣扎痕迹 据此分析 如果王俊杰是在室外遇害 那他的球鞋上多多少少得粘上点土 但实际上他的球鞋十分干净 经过查证 进出卓长仁住宅的房客都要脱鞋 因此认为 王俊杰很有可能是脱了鞋 进入卓长仁的屋内之后遇害的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 那第一现场应该有王的足迹 很快 在卓长仁的客厅里 搜集到了一些可疑的足迹 而且有些还是留在墙上的 经过对比之后 有一些和王俊杰的双脚尺寸 基本吻合 有些残留的痕迹 甚至还和王俊杰所穿的袜子 不纹那个纹理呀 相符 另外 王俊杰车子的里程数 显示是61公里 这和王俊杰女友住处到现场的路程 也基本相同 因此判断 王俊杰进入卓长仁房间内脱了鞋 紧穿袜子 遇害的时候 是被人从身后反夹双臂 王拼命挣扎 使用双脚用力 在墙上留下了足迹 同时 还发现卓长仁 曾经在宅院里 做驱鬼的法事 还发现了一些可疑的毛发 被怀疑是死者身上的所有物 2月中旬 一位女性秘密证人 以相当肯定的口吻指出 在当晚的气势现场 看到的三个可疑人物 就是卓长仁 江红军和施晓宁 3月2号 邱镇北召开专案小组会议 认为这三个人 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并且有串供之嫌 应该尽快收监 次日 集队三人进行收押 以往啊 对三个人一起进行审讯的时候 江红军和施晓宁这俩人 似乎一直看着 卓长仁的眼神行事 当三个人的说法出现矛盾的时候 这两个人呢 一定要加上一句 以卓长仁的说法为准 而卓长仁态度始终非常强硬 以害怕警察实施酷刑 驱打成招为理由 一直要求审讯时候 三个人在一起 而且必须有检察官在场 否则他就拒绝讲话 这些现象都说明 他们三个人的心里边有鬼 害怕被逐个击破 因此 邱振北决定 把三个人隔离审查 并且关在三个不同的牢房里 经过收集资料 认为卓长仁呢 性格比较阴沉 老奸俱滑 在同伙当中呢 是个领导人物 突破口很难发生在他身上 江洪军的个性比较浮躁 经常意气勇士 施晓宁呢 属于沉静怯懦性 做事比较猥琐 因此专案组决定 先在江洪军和施晓宁 这两个人的身上下功夫 3月7号 审讯开始了 审讯人员要求江洪军 把以下三点自圆其说 第一 8月16号 案发当日上午11点 王俊杰曾经去 卓长仁的办公室 卓长仁 载你和王俊杰 到卓长仁的住处 卓长仁出示土地契约 博得了王俊杰的信任 然后 你们又约定晚上 再讨论细节 第二 卓长仁否认出示 当天曾经外出 他说 当天晚上 你们开车借给了吴荣成 而实际的情况 却使吴荣成 一直在家等车 而且还没有等到 第三 经过刑侦局的鉴定 卓长仁家的脚印 是被害人 王俊杰的 警方掌握的证据 非常多 江洪军 终于扛不住 如实交代了 自己和卓长仁 施晓宁 共同杀害 王俊杰的犯罪事实 当天 施晓宁 也在专案人员的 强大攻势之下 承认 合伙杀害了 王俊杰 但是 这两个人的供词 却一直是 避重就轻 江洪军说 动手杀王的是 卓长仁和施晓宁 他只是在旁边 帮了一下忙 而施晓宁说 动手杀王俊杰的是 卓长仁和江洪军 自己呢 只是帮忙抓住王的脚 以及协助弃尸而已 先不管他们俩 如何的避重就轻 能承认杀害了王俊杰 显然是该案的 关键性突破 在江洪军的指引下 找到了三个人 在行凶的时候 捆绑死者所用的 绳索和胶带 经过店主指认 确实是江洪军买的 警方在取得 两个人的口供之后 决定提审卓长仁 3月9号 卓长仁被抓住之后 首次单独提审 邱振北上来就问 咱们名人不说暗话 案子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卓长仁愣愣了一下 但是侥幸心理 还是使他很快 态度强硬起来 矢口否认 卓振北不愿意 跟他多废话 直接告诉他 如果侥幸待聚不认罪 要罪加一等 晚上9点多 卓长仁再度被提审 但是仍然拒不交代 邱振北让他 好好地听一下江洪军和 施晓宁的坦白录音 播放完了之后 专案人员说 江洪军和施晓宁都已经共了 你再抵赖 还有什么用啊 可是卓长仁依然说 他们承不承认 那是他们的事 反正我没干 专案组把江洪军和施晓宁 两个人带到了 卓长仁面前 跟你对质 面对昔日的两个同伙 卓长仁知道 大势已去 终于交代了 自己杀害王俊杰的 全部犯罪事实 他们交代 在台北市兴隆路 有一块面积 大约三千多平方米的土地 根据目前的公告 地价呢 大约是台币三亿元 由于这片土地上 有很多的坟墓 所以出售的时候啊 先后四次一手 均无法处理 相当棘手 1991年3月20号 卓长仁闻讯赶到了地主 翁某那儿 想要买下这块地 因为这块地啊 价值数亿 才卖三千五百万元 即使扣掉坟墓的费用 仍然是有利可图 双方呢 就签订了合约 卓长仁付了两百万元的签约金 按照之前的规定 如果在相应的规定时间之内 卓长仁能够交付三千五百万元台币 那么这块土地的主人 就是卓长仁 否则 卓长仁就要付前几个买主的后尘 二百万元的签约金 就会眼睁睁地付诸动流 卓长仁真的被逼到了死角 他在规定的时间里 没有能够找到下家 反而赔进去两百多万的签约金 这不是个小数啊 对于负债再生的卓长仁来说 学上加霜 这时候呢 还有人向他催债 把他在淡水的住宅啊 设为底价两千五百万元 到八月你筹不到钱 这房子就会被查封拍卖 卓长仁觉得这两百万不能白整 他也不甘心过饥寒交迫的日子 决定再一次地铤而走险 他找江洪军和施晓宁合伙作案 江洪军是1983年劫机案的六个劫匪之一 而施晓宁呢 原来是大陆驻平潭某部弹药库的管理员 1985年8月 叛逃偷渡去了马祖 两个人先后都被台湾冠以反共意识的头衔 在这儿呢 咱们要提一下施晓宁 他是大陆平潭人武部弹药库的管理员 盗走武器装备59件 伙同苏澳镇苏澳村的复原军人张木珠 在1985年9月30号 从苏澳地方乘12匹马力的渔船 逃到了马祖 后逃到台湾 因此啊 卓常仁江洪军和施晓宁这三个人 臭味相投 商议之后 他们决定以租借土地为诱饵 绑架勒索 很快 江洪军提供了人选 王俊杰的父亲是国泰医院的副院长 那肯定有不少钱 而且 王俊杰又是个喜欢倒腾买卖的人 这么一来 这个人就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1991年8月16号晚上7点左右 江洪军以谈土地之事 把王俊杰骗到卓常仁的住处 王俊杰到了之后 许谋已久的卓常仁江洪军和施晓宁 又是让座 又是递烟 非常的殷勤客气 江洪军把王俊杰骗到厨房里 用一块类似磨刀石的钝器把它打倒 王俊杰被打倒之后拼命地挣扎 想起来反抗 还没爬起来 就被江洪军抓住双手 随后跟进的施晓宁抱住他的双脚 卓常仁勒住他的脖子 用一大碟卫生纸啊 沾过水之后塞住他的口鼻 很快 王俊杰就一命呜呼了 之后 三个人把尸体塞进王俊杰车的后备箱里 按照计划 江洪军驾驶王俊杰的车 卓常仁开自己的车拉着施晓宁 一块沿着高速公路到桃园南侃交流道去骑士 以制造假象 也不知道是由于江洪军车速太快 还是卓常仁作贼心虚手脚不太灵敏 途中江洪军和卓常仁的车子跟丢了 于是江洪军独自驾车把王俊杰的尸体和车 遗弃在建筑工地之后 按照预先的约定 乘出租车来到桃园的一个道口 钻进等待在这里的灼长人的车 三个人一起返回 回来之后 他们给王俊杰的家里打了勒索电话 说你们儿子在我的手里 要活人就拿五千万 之后呢 怕露出马脚 没敢再打电话 十八号 江洪军呢 还给王俊杰的女朋友打电话 煞有介事的 对王俊杰数落了一番 说呢 他不讲信用 前天晚上约好见面 我们等他一宿 到现在也没见着人呢 案情真相大白 施晓宁坦诚 杀人之后 一直自认对不起 带着小孩偷渡来台湾 跟他团聚的妻子 情绪起伏不定 经常自个儿巴达巴达掉眼泪 而江洪军认为 他们的作案手段非常隐蔽 警方不可能查到 根本就没想过会被抓住 在被收押之后 还向办案人员 要了两千块钱改善生活 他明白 绑票之后杀人 必定要判死刑的 因此还声泪俱下地祈求 能不能啊 在最后一顿的时候 让他吃上牛排 卓长人呢 一方面自认 有反共意识的头衔 警方会对他网开一面 一再地向检察官表示 我已经认罪了 能不能放我条生路啊 另外一方面 他也知道 自己受宠的日子 早就成为历史了 这次犯罪 很可能要被枪决 他也向检察官 哀求 能不能在枪决之前 准备一顿 好点的饭菜 1992年12月28号 卓长人和江洪军 施晓宁被判处死刑 虽然在被判处死刑之后 卓长人江洪军一再声称 自己是被陷害的 并且声称自己在审讯当中 遭到了刑讯逼供 但是他们的申诉 是苍白无力的 最后呢 经过漫长的审判 非常漫长 多长 十年 一直到2001年 卓长人和江洪军 才被执行了死刑 而施晓宁呢 由于曾经不愿意给 王俊杰家人打勒索电话的情节 被免除一死 判处无期徒刑 当然 现在其他的几名劫机者 也继续在台湾生活 王彦大是生化公司的负责人 安美剑曾经服务于社教馆 现在呢 是台北体院的公务员 吴云飞任职于台电公司 卓长人的妻子 也是当年反共议事之一的高东平 则沦为低收入户 1983 新中国第一起成功的劫迹案 全文完 中文完